你弄到一個重點 其實你有腦袋 我有腦袋 對 你說給我聽聽看 就是為什麼它從通心麵做基底 就是菜往上這裡 排隊排上去 因為這樣子 下面的壽司就不會用到它們 所以就不會因為浸泡它會爛掉 你隔天拿出來的時候 把它倒出來 酥酥脆脆 口感不太 菜保持乾燥 沒錯 這樣就完成了是不是 還沒 我們要講求 這個是主食 但我覺得甜點很重要 還有甜 還有甜 也是這把喝的嗎 也是要大概一整套的 謝謝 這什麼 這也是一個 健康的甜點它是優格 可是通常我們可以去超市 買優格只有原味的 然後最好就是零脂肪的 再來就是你回家 自己家裡喜歡的水果 對 像現在夏天你可以放西瓜 奇異果 對 奇異果就很 大家都知道它很健康 橘子 然後同時你還是一樣 可以放一些蔓越莓乾跟堅果 堅果 然後 要把它倒出來是不是 倒出來 你才裝進去要倒出來 吃的時候要倒出來 我以為是直接這樣就瓦了就吃 我這樣就很沒有力 下面的醬就挖不到 挖不到 然後最後沙拉醬 其實也可以選 先從大一點的玻璃罐就好 對 我覺得是 對 因為那開口要大一點 就不要加來一點 那個可以像彈 不會 它這樣有些正方形 你們每個人 好 倒出來 每個人桌跑盒不一樣 其實 你裝滿這一罐倒出來的量 還算OK 不行 沒想到這麼多 可是這種沙拉類 蔬菜類多吃又 沒關係 就可以吃多一點 妳那個甜點要倒嗎 要要倒 要倒 對 妳要優格要小心 因為 海風優格寶 天 真的很可愛 男生都會覺得很可愛 對啊 很酷 還不酷 還不酷 天啊 天啊 很漂亮 漂亮 漂亮 小甜甜看到這個 真的是太多才多藝了 謝謝 水果然後跟優格 麻煩的都是 愛 好啦 各位 我們一起來享受 小甜甜的愛 好不好 豬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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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沙拉拉 給大家吃吃看 好不好 很特別 這個脆度還可以 真的 因為他說的 他把那個醬汁放在下面 所以我吃那個青菜的時候 這個菜不會爛爛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真的 放一天 那個菜爛爛的去吃起來 就那個口感就很不好 而且同心麵也入味 李老師 妳覺得這營養有加分到嗎 因為我覺得甜甜還蠻聰明 真的用愛去做 有感受到 有感受到 因為一般大家在吃剩菜沙 大概就是只有蔬菜跟醬料 那他醬料因為他選擇的是那個芝麻醬 我坦白講 他芝麻醬燒多了一點點 有點鹹一點 以熱量來說 稍微多了一點點 不過男生來吃的話 那個油脂差不多 那他因為他有放澱粉 很多人做生菜沙 他會忘記放澱粉 對 所以他用通心麵 那通心麵 剛好就是在 為什麼 因為通心麵其實熱量還滿低的 而且他的那個 所謂抗性澱粉還滿高的 然後因為他又經過冷凍 所以他熱量其實是 可以打折扣的 所以他滿聰明的 不過這邊有沒有發現 少了一個什麼東西 蛋白質 對 少了蛋白質 不過我想甜甜 應該還是有想到蛋白質 所以他用了優格 來做一個餐後的店 而且肉就是我 他餐料滿多的 後面給你們的表情 所以如果你當一餐 比如說上班族的中餐來吃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搭配優格加水果 這樣子營養上面來講 會比較均衡 那譚老師覺得呢 如果是我 我可能真的要加點蛋白質 對 我這邊會加點 雞絲 雞絲也是 對 就是白色的雞胸肉 我覺得這樣子小孩子 可能才能夠撐得比較久 要不然這個真的很好吃 水煮蛋也可以 對 其實我建議就是 如果你這樣做這一道的話 因為有時候如果是夏天吃 衛生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是前一天晚上做 你大概真的就是中午之前 我覺得就要把它吃掉 然後再加上 因為它是珠寶盒 所以透光 基本上我們希望蔬菜 保持營養的價值上面 其實我比較喜歡阿嬌姐 就是 不要太少女 其實我有時候用一點便當喝 把那個蔬菜包起來 它的那個B群跟維生素C 確實是比較不容易流失 對 那如果你用這個 你既然用個便當盒把它裝起來 然後到時候要給它的時候 我用包裝紙包起來 也可以 也可以 對 對 不要喝光 可能會比較 營養價值比較高 好的 那我們今天做的是什麼樣的便當呢 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們做新聞的 其他專長沒有 專門下標題是OK的 這也是一個假掰的人 跟小甜甜都兩樣 今天帶來的是 爸爸的八角便當 讓你一致品嘗到 八種幸福之味 八種 這有條列出來 我總共要做大概八道菜 在一個便當裡面 一次呈現 所以我叫雞肉對不對 我今天把這個 先醃了 有黑胡椒 有黑胡椒 然後醬油一定要的 大蒜 有一點點人家用米酒 我的話 個人比較喜歡用的是 雪莉桶的威士忌 稍微靜一下 就比較有入味了 好 然後重點是這個 乾煎去骨的這個雞腿排 我一定要用最小的磨 對 用一大磨 不然焦了 很低溫的 這樣子來 差不多了 好 這東西放上去 我昨天在家裡面測量 大約大概就是需要 你這麼小的火 這麼小的火 七分鐘雞排會熟 差不多 不過說實話 大家分後沒有什麼機會做菜是真的 因為通常是我老婆就直接儲離掉 便當這一部分 我們男人說來做菜通常是 做大菜的表情 大菜 大菜 在說大話 真的 這個 這麼小火雞排 皮已經開始 重點是要煎到那個皮的部分 有點開始出現煎黃的時候 再翻就好 不要常翻 你這種煎法我告訴你 他老是愛上你的 所以他不這樣鍋就好 真的沒有煙 沒有什麼煙 對 也沒有煙 對 毛豆其實在下鍋之前 最好也稍微先汆燙一下 我今天帶來有些是半成年 包括像這個 四季豆 等一下撒點芝麻之後 就可以直接吃 你這還有那個 用水直接去熱燙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也是 這個就是你在蒸白米飯的時候 你在蒸米飯的時候 就直接放進去一塊蒸就OK了 對 所以這都可以在蒸飯的過程當中 把它時間省下來了 在鍋子上面滾動跳躍的毛豆 好 加一點點鹽就好了 不要太多一點點就好了 好 因為昌明哥這年紀也不太久 吃太多一點點 謝謝你 你怕他高血壓這樣 我也怕我高血壓順臟也不好 好 這很快快就上來了 好期待 好 這樣就好了 對 然後接下來第二道菜 我要做的是 做到現在為止有人終於說了 好期待了 有沒有 阿諾 真的會期待 會 因為聽到他們 鼻鼻鼻鼻鼻鼻的聲音 我們剛剛也從小甜甜身上學到 我們凡事都要跟愛做一個結合 沒錯 今天爸爸帶的是八角便當裡面 充滿了八種愛心的愛 不得了 幸福的滋味 所以才不會期待 先炒一下肉絲 這個是牛肉 有醃過嗎 有 有醃過 這個就是大蒜片加一點醬油就可以了 好 醃了一下之後 我通常是炒到大概快五分左右 五分 就先上起來了 因為等一下炒紅蘿蔔的時候 要等紅蘿蔔它軟的過程的時候 再把肉倒下去 一起悶一下 就剛剛好 對 還是要有步驟的 對 差不多五分的時候就拿起來 接下來就紅蘿蔔 好 現在因為大家比較養生 以前我的媽媽在做這道菜的時候 通常紅蘿蔔會讓它悶到 有一點點出水 出水之後再勾點芡 但現在人都不太勾芡 對 所以你現在需要的是 我現在需要的是 只是要一點點水 喊停 喊停 可以 這麼少 它的蓋子呢 可以 好 再多一點點 好 再多一點 是 我也是用心良苦 希望他們可以多運動一點 那我什麼問題 昨天上那是哪一隻手 可以了沒有 可以 其實照它這個雞皮的油量 剛剛那個橄欖油 其實可以更少油 對 其實如果是不沾鍋 完全根本不行 就不用 對 就是完全是乾淨的 雞皮很容易出油 非常 好 剩我們有一點點時間的時候 我們就來做這個 壽司醋的飯 壽司 你還特別帶容器要壓 對 我們家就會有一些可愛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 它不需要把它真的倒下去攪拌 因為會太多 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把這個器皿的東西 沾一沾這就可以 才不會黏 才不會黏 而且它會有一點點那個我們吃 壽司醋 壽司醋的那個味道就OK了 是沾白醋 對 效果比較好 對 然後就把白米飯放進去 好 學校就是一定要塞得很滿 它米才會紮實 對 沒錯 幫我廚廚 有 雞排什麼時候翻面 現在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再看一下 剪刀 好 你看一下皮 差不多了 有對不對 金黃色 這個顏色 漂亮 很厲害 厲害 而且重點是今天我做的菜 大人小的口味都OK可以一塊吃的 然後它這些菜 因為沒有海鮮 對 基本上這幾道菜 如果是便當放涼的時候 可以 沒有辦法加熱的時候 也OK可以吃 不會覺得噁心 真的 有些便當會冷以後就覺得 沒有熱感就很噁心 對 這個便當不會 不會的 對 然後重點是如果你要給小朋友的話 一定要把便當拿出來說 讓其他的同學說 我好棒 對 我要跟你當好同學 所以爸爸媽媽要 要抽一點廢心的部分呢 就是在於要準備一些些 有的不的 對不起